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琳 你说呢 你看哪 有点好漂亮的小溪啊 不就是小溪吗 去看小溪咯 熊儿你干嘛 熊儿你干嘛呀 谁好轻啊 赵琳 你在找啥呀 我的水仙 不见了 你东西又丢了 还真是丢三落四的 都是你 非要住在西边 这个 熊儿 光头墙是不是又惹赵琳生气了 应该是 哼 好凉啊 你 小溪 凉啊 你还我家里 好凉啊 好凉啊 好舒服啊 你快回来 救我熊了 螃蟹也太习惯你了吧 我的脚啊 没想到螃蟹把你夹得这么严重啊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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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着点 很快就不疼了 好了强哥 站起来试一下吧 这怎么走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笑了 这样还差不多 不错啊 广道强 我的午餐流下来 照理 饿了 我包里有吃的 太好了 我把食物拿出来 在一起吃午餐吧 吃东西了 熊子 你可别都吃了呀 等等我 等等我 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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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咋了 食物没有了 傻了 我忘了 我把食物都给小猪了 有了 让我看一下 小西边的话 可以钓鱼 钓鱼的话 需要一根鱼竿 熊大熊儿 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可是 上哪找呀 笛子里的树枝 可以当鱼竿呢 对 熊大 你太厉害了 等等 那我干什么呀 强哥 你受伤了 就好好休息吧 出发 熊大 咱们比赛吧 用树枝做的鱼竿 这根不行 太脆了 这根也太脆了 这根呢 这根可以 这根是够结实 但是短了点 赵琳 试试这根吧 你让我看看 真的可以 不过 小树差太多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我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游 好了 接下来是鱼线 有了 那就剩下鱼钩了 从哪儿找鱼钩呢 鱼钩 有了 可以用这个做鱼钩 改装一下就可以用了 用这个吧 诶 诶 唱歌你太专业了 那必须的 当当当当当 鱼钩做好了 鱼钩 鱼钩 你们等等我 诶 等等我 我可是你们的领队 怎么还没有鱼钩啊 我钓到了 赵琳 别灰心 咱们再接再厉 对呀 对呀 这么小的鱼都能被你钓到 好厉害呀 这个时候就得看强哥我吧 广东墙又开始吹牛了 敢想瞧我 让你看看强哥的厉害 你刚刚那一吼 你应该都跑了吧 强哥 我们工具那么简陋 真的能钓到鱼吗 他肯定钓不到 这 看见没 这就是实力 赵琳 给你吃 你吃吧 我不饿 那就不客气了 等一下 你们知道鱼怎么吃最好吃吗 不知道 当然是烤来吃啦 你们快去捡些树枝 咱们吃烤鱼 烤鱼 小的 我们赶紧吃这些树枝吧 记得多捡一些 要不了多久 强哥我会钓很多的鱼吧 吃烤鱼 吃烤鱼 鱼怎么还没上钩呢 强哥 怎么那么久还没有鱼上钩啊 这你就不懂了 我这是在放长线 钓大鱼 看力气 这条鱼不小 原来不是鱼啊 这只是个意外 那鱼竿也被弄断了 现在怎么办啊 是鱼 有虾 有虾 虾在哪儿 虾在哪儿呀 不是被鱼吃了吗 可怜的小虾 我们去了这么久 还是这一条鱼啊 今天发挥失常了 那不就没有烤鱼吃了 熊儿 咱俩可是熊啊 捕鱼可是咱们的强项啊 对呀 下水捕鱼 我们去捕鱼了 还有个主意 我们来 比赛抓鱼吧 比赛 别忘了 爱不可是捕鱼能手 我来当裁判 拿闹钟做啥呀 过头抢 比赛时间十分钟 时间一到 就定胜负 比赛开始 抓到了 有的 这是idea 放心 到时候还是你来吃 那还成 狗熊果然是抓鱼的高手 那边呢 好漂亮的石头 怎么还在玩石头 赵琳 小心 抓到两条 你们小心一点 时间到 一 二 三 四 五 熊儿 你太厉害了 十分钟就抓了十条 小意思 小意思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不夸张 这些鱼够我们吃好几天了 本次捕鱼的获胜者是 熊 你忘了 我也参加比赛了吗 可是你一条鱼都没抓到啊 快过来快过来 你看 不是看我 好多鱼啊 小鱼 你怎么办到的呀 其实这个很简单 从旁边找来石头 把它堆成一个一进难出的形状 一进去了就出不来 这样你就会越挤越多了 小鱼果然变们聪明了 我们还是赶紧烤鱼吧 去烤鱼 还要把这些鱼全吃掉 这么多吃得完吗 大家快跟上 这荒山岩岭的别走丢了 知道了 倒要光头墙 你们太慢了 别高兴得太早 好累啊 走不动了 哎呀 是 哎 为啥你俩不累啊 因为我们走的是蛇行的路线 比较平缓 你们走的是直线比较陡峭 虽然很快 但是很沸体力的 我们比你们省力多了 这爬个山都有学位呀 这儿是我的面包 喂 前面有条河 我 又可以抓鱼了 终于可以洗脸了 我有个好主意 啥主意呀 那就是 漂流 借助水的力量前进 多胜利呀 好主意 好主意 可是 这样安全吗 告诉你们 强哥我可是拿过团结囤噶子和漂流大赛的冠军 不管是横着漂 坐着漂 躺着漂 甚至连闭着眼我都能漂 这个主意好 晴天选择平缓的小河漂流 不但能结束 还充满乐趣呢 熊大 咱们就去漂流吧 好不好好不好嘛 漂流 好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的腰啊 我们要造两个木法 赵琳负责组装 熊大熊二负责砍树 啥 俺们不砍树 行啊 那就别漂流 你 没事儿 还有办法 等等 那你干什么呀 作为导游 我的任务很艰巨 就是 看包 真是个蜡虫 走吧熊二 看包叫偷懒 不能随意走动 还要提防猛兽 走啦 这哗哗的流水声 还是那么动听 加油强子 你可以的 坚持住 强子可是小男子汉呀 Ой 时间过得真是快呀 熊二 你看 用这种自然枯死的树木 就可以避免去砍树了 熊大你真聪明 走 咱们去找木头去吧 木头又来了 强哥 快起来啦 你看 木法早好了 还不错嘛 那当然啦 好多蜻蜓啊 蜻蜓堤飞 咋的啦 蜻蜓堤飞是要下雨的前兆 雨天能漂流吗 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 哇 好美啊 灵灵就不得真棒 抓到了 他们俩太好笑了 你能快点吗 那你倒是快呀 快来追俺们呀 光头强 你不是漂流冠军吗 我当然是 那咱们能追上他们吗 必须的 出发 又转圈了 又转圈了 注意点节奏 好嘞 稳住 前进 他们赶上来了 来呀来呀 身上泼水 光头强 接招 熊儿 不是故意的 既然你们喜欢打水仗 那来 熊大 我们先走了 方头强 慢点 别走散了 他说啥呢 没听清 快滑吧 别让他超过咱们 过头强 前面水流很急啊 我来刹车 我来刹车 你 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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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可能要下雨 我们还是先上岸吧 下雨又能怎样 呛跟我照样 呱呱呱呱 邝头墙 你看你的样 咱们还是上岸吧 熊儿 走 熊儿 周琳 周琳 快来救啊 熊大 邝头墙 你来乘船 熊儿 把手给来 还不行了 快跳过来啊 快跳啊 熊儿 跳过来就给你吃的 吃的 对 有吃的 邝头墙 熊大熊儿 快 截住绳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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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继续住 诶 呀 好疼啊 我已经回来救我们的 诶 都在巡众 温 我没事 现在咋办呀熊大 银河边不远 咱们游过去 加油 回到岸了 小心啊 怎么回来啊 走啊 王头强有头发了 什么人这么讨厌 往河里乱丢垃圾 行了 咱们赶快上岸吧 小心啊 前面有瀑布 瀑布 快往回游 走不动啊 怎么办呢 有办法了 我坚持不住了 瀑布甲 强哥 快走 赵丽 我一定要救大家 熊子 在这边 来了 多亏了赵琳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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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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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醒了 赵琳 熊啊 这 这是哪儿啊 咱们 咱们被冲回狗熊岭了 走了那么久的路 都白走了 不会吧 嗯 没事儿 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就好 咱们回去吧 啊 我的脚 别碰 你受伤了 受伤 受伤 你 你忍着点疼汗 俺们马上送你去医院 等等我 大马猴二狗 出去以后别再干坏事了啊 好好做人 是是是 再见 说啥再见的 你还想再见来呀 呵呵呵呵 说习惯了 出来了做啥工作好呢 我力气大做个保安吧 保安 普通工作能赚大钱吗 咱们干点 不一般的 不一般的 等等我 太不像话了 小小年纪 你就学会撒谎了 哎 你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 对不起 你说 你是来旅游的 可是呢 你却瞒着我 去找什么 老虎 大伯 虎妞不是普通的老虎 她是我童年最重要的伙伴 老虎是猛兽 怎么可能成为人类的伙伴呢 虎妞不是 强子 嗯 嗯 赵灵还小 不懂事就算了 你个大傲爷们儿的 怎么也跟着一起胡闹呢 大伯 上次我自己弄的 和强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强哥是为了我好 行别说了 为了你好 为你好 就不应该知道真相后 还这么放任你 为了你好 就应该早点带你回来 大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不要坐下休息 不用了 强子 嗯 我说你啊 这情况你让我怎么跟他爸爸交代 我 哎 别再去找老虎了 特别是你 强子 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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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又当得好好的 非得帮这忙 这不出事还好 出了事吧 全都是我的错 我图什么呀我 来瓶浸水 冰的 这五个 再来一瓶 正好 一瓶抵一瓶 不用给钱了 对吧 呃 呃 对 对啊 老板拜拜 慢走啊 好像哪里不对啊 白河一瓶浸水 我打个号 实在是太聪明了 哈哈哈哈 我打个号 我打个号 敢撞你二大爷 找笑我你 行了二狗 你瞧着啥 你又想被关进去了 啊 撤 哦 快给我道歉 哎 哎 哎 你们什么素质啊 撞了人不道歉呢吗 哼 哇 哇 哇 辛苦了这么久 照顾那个麻烦的小孩 还不讨好 现在可 李哥哥都来欺负我 抢给我容易吗 哎 福队 你会不会开车啊 好险啊 鬼灯 好疼啊 真烦 又要等红灯 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 好嘞 好想回家 你终于可以走了 怎么老奶奶还在啊 不是吧 老奶奶 我扶您过去啊 谢谢 谢谢你 应该的 应该的 出发啦 我怎么这么倒霉 缝货回来了 缝货回来了 肥布 你烦不烦哪 快给我出去 好想快点见到光头强 问问他赵林咋样啦 是啊 不知道医生是咋说的 到了到了 熊大 你快点呀 好 好 光头强 光头强 什么呀 你回没回来呀 光头强 赵林的伤咋样了呀 你在不在家呀 光头强 是不是不在家呀 应该是回来了呀 再叫叫看吧 光头强 你们 光头强 光头强 真是不好意思哈 太着急了 对了对了光头强 赵林咋样呀 好点没有呀 对对对 他脚咋样 医生咋说的 别老赵林赵林的 要想知道 自个儿去看 强哥我没空 光头强 俺刚刚是不小心拍到你的 你就告诉俺们嘛 是啊 光头强 你别生气啊 有话好说吗 不走是吧 好 他这是咋了呀 这 走走走 从窗户翻进去 嘿嘿嘿 这两头熊肯定还没走 走了吗 哼 知道我强哥的厉害了 光头强 你今天是咋的了 是不是发生傻事了 快把锅还我 不给 还我 快把锅还我 快把锅还我 你就告诉俺们 到底发生傻事了呀 拿来 波头强 你有话就说出来 俺们帮你一起解决呀 这一路上 咱不都一直好好的 就是就是 好什么好 你们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这锅还挺好使的 哈哈哈哈 让我好好修理一下 你们这两头爱管闲事的熊 你们能不能别到了 王头强 你到底咋了 明明说是来这旅游 结果却瞒着家里找老虎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 要帮他找老虎 我早就带他回家了 现在赵林受伤了 老赵头却怪在我的头上 我不会再陪什么小孩狗熊 玩什么找虎游戏了 你们找其他人吧 熊儿 你咋还不睡呀 睡不着 没想到连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 真是稀奇啊 熊大 光头强看上去很难过 可是俺搞不懂他为啥要怪赵林呀 因为赵林瞒着他大伯找老虎 现在又受了伤 他大伯再怪光头强没照顾好他吧 这个赵林也是 你说他找啥不好 偏偏要找老虎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危险是危险 可是俺觉得赵林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 俺想虎妞一定是赵林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所以他才不顾一切想找到虎妞的 俺能体会他这种心情 就像俺和团子一样 嘿嘿嘿嘿嘿 哦 虽然俺找不到团子 不然希望能帮赵林找到虎妞 熊大 女后朋友分开的感觉太难受了 团子 熊二 你和团子会再见面的 现在 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啥不愉快的事情 咱们都一定要帮他们 让他们和好 然后再一起去找虎妞 好不好 嗯 嗯 虎妞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李老板 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喂 李老板 我是小强强啊 谁啊 哎呀 你看你这机性 我 王头强 王头强 你还给我们打电话 我这不是看看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什么 帮我 我可求不起你 唱歌 你不是多才多艺吗 你不是很有能带吗 你你你你 到你走出去吧 这个李麻花 想不到我光头强会穷到这种地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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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你往哪跑 小奇怪 听话 快出来吧 这是 小时候的盒子 弹弓 弄刀 这是 我想起来了 小时候藏压岁钱画的藏宝图 十几年的压岁钱呢 这下有钱吃饭了 耶 过了这么多年 这里的变化还真大 暴藏埋在哪棵树下面呢 怎么全是这些垃圾啊 你 兄弟 俺想去看看赵琳 可是俺们不知道 赵琳在哪家医院呢 哎呀 兄弟 哎呀 这谁挖的坑啊 哎呀 是郭头强 郭头强 哎呦 啥呀 这 好臭呀 别不去啊 郭头强 你带俺们去找赵琳吧 我去不去 要去你们自己去 俺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们狗熊的鼻子不是很灵吗 哎呦 哎呦 我的鼻子呀 你没事吧 哎 光头强 能不能别跟着我呀 只要你带俺们去找赵琳就行了 哎 想办法把他们甩掉 嗯 嗯 有蜂蜜 嗯 你这小把戏 你就骗得了熊二 哎 熊二 郭头强溜了 哎 快走 总算把他们甩了 呦 郭头强 这么巧啊 哎 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找到我 哎 郭头强 这水好凉啊 是有点 不是吧 哎 求你们别再跟着我了 你带俺们去找赵琳 俺们就不跟着你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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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好饿呀 俺要去找点吃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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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郭头强 俺找到吃的了 哎 嗯 真好吃 来 郭头强 谢谢 哎呦 好烫啊 哎 对了 你们还记得上次吃烤红薯吧 那次真是太好吃了 啊 好香啊 应该都熟了 可以吃了 嘿嘿嘿 强哥 小心点 很烫的 我怎么可能会被烫到呢 嘿嘿嘿 哎呦 好烫啊 好烫啊 嘿嘿嘿 郭头强 郭头强 嗯 你咋啦 嘿嘿 没事 嗯 郭头强 你到底在找啥呢 是啊 你就别神神秘秘的了 哎呦 给 哎呦 哎呦 要看 嘿嘿 哎呦 这是宝藏图 哎 郭头强 你不是要找活干吗 啊 哎 你说宝藏是好吃的吗 咱咋吃到我 喂 李老板 你说 别说我没人机会儿 你去帮我看一棵美人松 哎哎 全对亏待不了你 李老板 您就放心吧 哎 他跑哪儿去了 熊儿 嗯 你说俺们要是帮郭头强找到了宝藏 没准他一高兴 就带我们去找赵林了 嗯 知人爹 嘿嘿嘿 找宝藏去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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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图 到底准不准的 哎呦 这鼻子都失灵了 这现在该咋办呀 哎 哎 杂木车 是光头强 哇 好大一颗美人松啊 赶紧把树砍了 领弓前去 哎 这 娘 哎 哎 老头强 不准你砍树 又是你们在捣乱 俺们带你去找宝藏 哎 不找宝藏了 我找砍树 已经不是发不公了 你是一名导游 别跟我提导游这事 自从我当上导游那天开始 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那吃力不讨好 还得挨骂 你就不应该当什么导游 今天你们 别想阻止我砍树 这下没人打扰我了吧 过头墙 你住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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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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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以识 啊 哎呦 我就是一个伐木工 住手啊 有的吧 这 这 是我的宝藏 让我看看里面有多少钱 什么 纸贺 光头墙 白忙活了 怎么会这样 写给未来的光头墙 谁让你们看的 正是的 写给未来的我 我以前还写过这东西 未来的光头墙 你现在过得好吗 个子有没有长得跟我种的这棵小树那么高呢 还记得吧 这个是我亲手中的小树苗呢 不论刮风还是下雨 下雪还是霜冻 我都一直守护着它 他现在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强壮了 孩子的心灵都是干净重解的 你小时候这样 赵琳也这样 一个希望大树健康成长 另一个希望找到自己童年的伙伴 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哟 咱们说好了 嘿嘿嘿嘿 记住啦 谁呀 不多想 快带我们去探险吧 不去 这大清早的被熊叫醒了 真郁闷 谢谢 谁 快出来 我看到你了 奇怪 谁 难道我产生幻觉了 光头强 姑娘是赵琳最重要的朋友 你就帮帮她们 你们别来烦我 哎呦 真亮啊 光头强 别砍树了 你就当导游 跟俺们一起去找虎牛吧 光头强 放手 我不砍树 你们给我吃的呀 不要再来打搅我 看呐 他是真的不想帮赵琳 不想做导游了 还有办法 嘿嘿 走了 熊儿 真烦人 哎 光头强 上次让你看到美人送呢 呃 这个 本来是看到了 可是狗熊又来捣乱 又是狗熊 你没骗我吧 我 我哪敢骗您啊 好吧 那我给你寄一个秘密武器 有了它 熊就抓不到你了 真的 太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 抱得还挺严实的 还有 什么宝贝啊 这么多层 躲避熊耳机 能放大微小声音 还能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 这么神奇 哇 强哥我太想建议你的特工了 试试性能怎么样 声音怎么那么大 难道是熊大熊二来了 是蟑螂的脚步声 这都能听见 试试能听多远 钟儿 这主意能行吗 光头强自己说的呀 只要俺们给他吃的 他就不去砍树了 只要不砍树 就能说服他当导游 天真 我强哥是不会再当导游了 没人 很可能去砍树了 那俺们得赶紧去阻止他呀 这棵树不错 这棵树不错 嘿嘿嘿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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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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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呀 呃 呃 快看 那有棵树 呃 感谢大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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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鱼树一样 又高又大 呃 不对 强哥我现在不是导游了 住手 呃 赵 少林 这棵树快要倒了 哎呀 这棵怎么办呀 嗯 我有办法 你 你 哈哈哈哈 光头强你真厉害 你是护理小灯手 啊 我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的任务是砍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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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这么大 先把耳机关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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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头强不许砍树 呃 呃 永大 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奇怪 呃 呃 在那边 呃 呃 听你熊大熊二追来了没 呃 他们来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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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这么多树 又让它跑掉了 呃 呃 呃 光头强 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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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光头强 呃 躲避熊耳机好用吧 好用好用 李老板 躲避熊耳机真是太神奇了 狗熊根本抓不到我 我已经把木头晕到火车站了 您就等着收获吧 躲避熊耳机 哎 还说再抓不着他你 还要拿过来 哎哎哎等等可兄啊 再见啊 呃 可能是错觉吧 哦 差点就被发现了 现在咋办呀 有了 哎 咱们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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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什么东西在叫啊 嗯 嗯 是从花儿面 嗯 不行不行 按时有任务的 嗯 可是 嗯 不行不行 哎呀冷静 熊 要有个熊样 太好吃了 也就是少了这 再给你来一碗 你好呀 嗯 你 啊哈哈 拿我的躲避熊耳机 没门 熊儿 熊儿你咋样了 嗯 谁 啊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呀 嗯 奇怪了 你 你 熊大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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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熊大 你压到我了 嗯 哎呦 真是烦人 哎 终极仿盗 能让耳机与耳朵合二为一 嘿嘿嘿 这样他们就拿不走我的躲避熊耳机了 哎呦 现在咋办呀 熊儿 咱不能让光头枪得逞 先去夺回那批木头 嗯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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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众熊领 演播场 表演呗 现在开始 怎么拿不下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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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 我是不该骗您的 但虎妞对我真的很重要 医生医生 快帮我看看耳朵 您好 您哪儿不舒服 你 你 我的耳朵 那您先去忙吧 哼 不同意 我就每天给您打电话 嗯 嗯 你失嗓子不舒服 嗯 强哥 天气这么热 你的耳朵干什么呀 小声点 小声点 哎呦 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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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琳 太好了 耳机拿下来了 你醒了 您 耳朵没事了吧 下次可别乱用山寨货了 好好好 这个李老板又拿假货坑我 哼 强哥 强哥 你就别送我去了 等我说服大伯 还是你来当向导 一起去找虎妞 我已经换了新工作 没时间陪你玩 可我们拉过钩的 说好要一起找虎妞 拉钩 哈哈哈 小孩子才玩呢 哎 你等等 有完没完 嗯 那 我就雇佣你做我的专属导游 这是我所有的零花钱 全都给你 啊 啊 若亏强哥的牺牲 我们才找到了水源 虽然 虽然强哥很自大 很固执 嘴上说讨厌我们 其实 却很关心我们 有你在 我觉得很安心 你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好导游 这小丫头 这小丫头写的还挺感人的 啊 还记得怎么拉钩吗 我 喂 王道强 摩托被书借走了 你还想不想干了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来 哎 赵琳 我现在是一名伐木工 对不起 强哥 哎 张嘴 啊 大伯能天天来陪琳琳 我觉得 我的腿都不疼了 下家 看 外面天气多好呀 待会儿我们去晒晒太阳吧 嗯 晒太阳对你的腿有好处 等腿好了 就能去找虎妞了 不许去 啊 为什么 找老虎很危险 不是小孩的游戏 哎呀 大伯 虎妞不一样 虎妞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会伤害我的 而且 有光头强在 您就让我去吧 不行 啊 有光头强在也没用 大伯 小时候您教过我 做事 要有始有终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都不能轻言放弃 你 不行就是不行 现在 你给我好好待在床上休息 别瞎想 知道吗 啊 有 强哥 我没看树 我只是在散步 赵林 嗨强哥 你干嘛跑这来啊 哦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你赶紧回去吧 我可忙着呢 啊 强哥 我怎么感觉 你今天特别帅气啊 嗯 强哥 今天天气特别好 要不我们去 嗯 嗯 光头强不在家 嗯 逃哪儿去了呢 哎 哎 不管他在哪儿 今天一定要让他去医院看望赵林 哎 哎 眼儿 嗯 熊二 嗯 来 是光头强 强哥 等等我啊 哎呦赵林 太好了 哎呦赵林 行了 咱们先看看情况 强哥 你等等我 我走不快 嗯 嗯 哎 嘿嘿 嗯 强哥 咽 咽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都受伤了 怎么还到处烂跑 我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我还以为强哥你再也不想理我了 我还真不想理你 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老招头又要怪我了 光吐强看起来还是有些生气 怎么办呢 看在你知道错的份上 强哥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的脚好痛啊 周琳 周琳 熊儿 周琳 他怎么突然跑出去了 咋样 你没事吧 我 光头枪 这点小事你还记挂这么久呀 你小气得连俺这头熊都看不下去了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爽快一点 把话说清楚 两个人握个手不就完了吗你 熊儿 你快把光头枪放下来 你的脚 刚才我是动你玩的 其实我的脚已经好了 原来你 把话说清楚是吧 没问题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给我道歉 我也绝对不会陪你找什么老虎 光头枪 熊儿 熊儿 谢谢你的好意 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来解决 熊大 俺是不是把事给搞砸了 唉 吃午饭喽 大伯给你带 人呐 光头枪家也没人 强哥 你在哪里啊强哥 跑哪儿去了 强哥 好多鱼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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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到了两条 嘿嘿嘿嘿words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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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出来听我说呀 我知道错了 你出来呀 到哪儿去了 蜘蛛 好脏啊 包头墙 你给我出来 你这样 算什么大人 扔下一个小女孩在森林里待着 真是个小气鬼 啊 赵琳 是赵琳的声音 我的脚 走开 走开 包头墙 有办法啦 来呀 来呀 还给你们 我的脚好了 太好了 赵琳 呀 好了 好了 幸好有这层石膏啊 这里怎么会有捕树甲呢 强哥 我 我 你早点回去吧 我还有事儿 我 我错了 我不应该为了找虎妞儿说谎 是我不好 害得你被骂 我 我 我希望 你这丫头 我好好养病 想跑啥 大伯 你呀 就不能让大伯少操点心吗 你的脚 大伯 我的脚已经好了 你看 别 别 别乱动 行了 赵琳 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今天是专门来给光头强道歉的 我希望 他能原谅我 也希望 大家能理解我 支持我 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 而我的愿望就是 找到虎妞 唉 丫头 你的脾气咋比我年轻时还降呢 为了追求梦想不顾一切 梦想 大伯 你也有过努力去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吗 是什么愿望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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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能说 强哥呢 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像爸爸一样 做一名出色的伐木工 还想当发明家 可是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坚持去实现那些梦想 强哥 你忘了吗 你可是一名 称职 优秀的导游 我 而我的旅程 需要你当我的向导 我 林林 你强哥有他自己的工作 你不能太为难人哪 嗯 赵叔 嗯 其实我跟赵琳在一起探险 真的很开心 原以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森林 竟然还隐藏着那么多神秘未知的地方 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呀 所以我想继续这段旅程 赵叔 请允许我跟赵琳一块完成他的愿望吧 强哥 我会保护好赵琳的 强哥 谢谢你 强哥 嗯 刮头强 大伯 无论如何我都要 哎 罢了罢了 看来没什么能阻止你去找虎妞了 强子 赵叔之前责备你的话说的有点重了 你别放心上啊 没事 赵叔您说的对 我必须记在心里 强哥 你又要给我当导游啦 那 咱们拉钩 不许耍赖 拉钩 你的腿虽然能走路了 但还得回医院好好休养 遵命大伯 你呀就是调皮 强哥 强哥回头再联系 强哥回头再联系 太棒了 太棒了 又可以去探险咯